同样都是职业联赛 CBA与NBA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当草根球员乙静鸿夺得了扣篮大赛冠 军后 全场观众都对他献上了欢呼声和掌声 然而一旁的CBA球员却在自顾自地进行投篮 训练 似乎没有人在乎 乙静鸿在球场中央发表感言 反观NBA 当球迷投中半场三分获得大 讲后 全场的球员以及工作人员都在为他庆祝 詹姆斯甚至直接给了球迷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CBA邀请独闭少年张嘉诚来为比赛开球时 场上没有任何球员主动与张嘉诚进行互动 仿佛就像走个过场 我们再来看看NBA的这一幕 当爵士队得知小球迷身患白血病后 随 基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并用一天的球员合同将小球迷签下 还为他举办了球员发布会 并随队参加了球队热身赛 和球员们一起热身 一起训练 在比赛中 小球迷身批一号球衣 闪亮登场 虽然运球十分亮强 但场上的对手 还是将他当作NBA球员来防守 最后在戈背 耳的帮助下 小球迷第一次尝试扣篮 并获得了自己NBA胜牙的第一分 看完CBA与NBA的对比 或许我们差得不仅仅是技术 在人文关怀方面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终